我们来看到欧洲也引爆了大流行 特别是从意大利开始扩散到全欧洲 意大利现在已经急封城了 包括米兰 威尼斯 经济火车头瘫痪了 另外德国也出现了大爆发 一夜新增了47例确诊 伊朗革命对司令说 新冠病毒可能是美国发动的 生物战攻击 伊朗在帮中国讲话 但为什么看伊朗 看意大利 看德国 甚至于法国 欧洲现在 几乎整个欧洲都沦陷了 很多人说现在全世界的疫情 归纳出来比较严重的几个地区 都在神秘的北纬40度上 我想这个假日最夯的一个新闻 第一个的话就是 米兰跟威尼斯的瘫痪 然后第二个大家开始在讨论 以前我们在讲北纬30度也好 北纬40度也好 基本上都是在讲跟古文明有关 但是没想到这次整个疫情 你去看最严重的几个国家 居然都是分布在这条线上 所以我们如果再继续讲下去 各位以为在看外星人的节目 但是它确实是有一些 真的悬之又悬的暗黑力量 我们来数一下 就是在这条线上里面 如果武汉基本上是在北纬30多度了 那40多度的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你以中国为符咒 往左往右来分散的话 你看它的一个左边的一个部分 叫伊朗 我们往左来看 伊朗确诊6566死亡数194 意大利确诊7375死亡366 法国1209死亡19 都在这条线上 如果往右来看的话 非常严峻的是韩国7478死亡数50 日本502死亡数已经6名 我们来看到西雅图 包括华盛顿 纽约 都在这条线上 对 那我们合理的一个解释是说 因为中国大陆的人口 经由观光的关系 很可能走到这个地方 但是你再去想 观光只会走横的 不会走直的吗 这个也不合理 对不对 那第二个很可能是震惊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底下的一张表 就是这些地方 确实跟中国的在产业上面 很有高度的一个连结 首先我们比如说再往西走 我们看到伊朗 那伊朗这一块的话 最重要当然就是原油跟军火 因为中国提供它相当大的一个建设跟军火 然后再来我们回过头去看 意大利的部分 意大利当然就有超跑 精品 包含像你看到的纺织流行 然后到法国 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时装 对不对 艺术之都 但是各位不要忘记 很有一个大家最喜欢的 有部分人最喜欢的叫红酒 然后再往东走的话 当然有日本 韩国 好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部分 美国有西雅图旧金山 那个地方有很重要的一个产业区 叫做矽谷 矽谷就在那个地方 也有最重要的华人区的唐人街 所以你在之后再走到美国的东岸的话 那当然不用讲就震惊的一个大城 纽约 华盛顿 甚至到菲徒大菲亚 废城的部分 那都是观光客云集的地方 对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是因为观光 中国大陆的观光人口带过去的 或者是他们互相的交流 或者是说因为有这个所谓的产业的连结 但是大家其实在架子里面会看到 另外有一个更神秘的一个说法 结果在国民的一个说法里面 北纬的40度线 居然是中国的龙脉所在地 各位可以看这张图 这个绝对不会是空穴来风 因为中国的龙脉有分三条 一个是北甘龙 一个是中甘龙 一个是南甘龙 那三个全部都是汇集在 我们青康藏高原里面 最重要的昆仑山 那昆仑山一发散之后 以北甘龙来讲 我们来从左边数到右边 第一个的话当然就是麒莲山 再来就是赫兰山 然后再来大清山 太行山 之后到了燕山 然后之后到了奴鲁尔虎山 我们再看很多的武侠小说里面 然后再来分所谓的大兴甘龙跟长白山 那这个是中国最重要的龙脉 所以我们回来看北纬40度 到底经过了哪些疫情严峻的地方 这里头最让大家担心的是意大利 因为意大利想不到连陆军参谋长也得病了 而且现在意大利已经进行中国式封城 我们上一次提到的是罗马对不对 但是还没有到封城 这次中国式的封城是在米兰跟威尼斯 各位要知道米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之都 米兰本身的人口不多 大概140万 可是你如果把米兰整区 叫做伦巴底大区的话 那个地方就有1000万人 所以整个伦巴底大区 再加上威尼斯的威尼巴大区的话 这个地方威尼托大区 这个加起来占了意大利的四分之一的人口 大概是1600万人 它的经济产值是4000亿 4000亿的欧元是 因为它封了意大利最好家的地方 最好家 不是比其他所有的一个城市的GDP值都高出30% 而且你知道它占了意大利的GDP 几乎是三分之一的一个部分 出口值占了四成 所以你把那个地方封住 所以我们大概就在检讨原因 是因为观光人造成米兰跟威尼斯吗 结果我们之前不是跟各位来讲 我说意大利已经快要变成中国的意大利省了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们再讲到 一带一路是不是有影响 那一带一路各位你有去想过吗 它的融资乘坐银行在哪里 就是中国跟意大利的 不管是这些企业家 他们去融资银行 其实是在米兰的玉姓银行大楼 所以我们回头来去看 玉姓银行大楼曾经有帮中国 办过很多类似的一个活动 这栋大楼非常特殊 它是国际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叫 Sisa Patriot 然后所设计出来的 那它这个大楼 那它的这个风格是极简风 如果各位喜欢打高尔夫的话 在我们的彰化的台风球场 就有一个它的house 就是Sisa大楼设计的 那这个是题外话 2018年的时候 当时它的一个春节活动 点亮中国红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活动基本上就是跟什么 中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点亮中国红 对 好 那回头我们再来讲米兰 除了经济活动以外 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枢纽 米兰车站是全 号称 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两个车站之一 第一个当然就是纽约的中央车站 那第二个的话就米兰车站 你看这个完全是巴洛克风格的 对不对 那这个车站怎么盖出来的 基本上是我们八国联军 当时的一个赔款 清朝的一个赔款盖出来的 它每天发车500万 八国联军的赔款盖的 对 所以它你看 从那个时候就沿袭到现在了 那意大利的这个部分 那你再去看它重要性是在哪里 它每天有32万人次在进出 500台的一个发车辆 所以你说这个地方一旦封了 你说交通怎么办 欧洲是新是经过那里 而且这个车站真的很美 很漂亮 就是完全跟美国的中央车站 是走完全两个不同的一个风格 昊称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两大车站之一 一是纽约的中央车站 另外一个就是米兰的中央车站 好 那现在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这个台风一吹到的时候 对不对 你不管意大利出事也好 谁谁出事也好 最倒霉是谁 一定是老大哥德国 所以在2010年2011年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小朋友受伤的时候 老大哥德国就要把大家的债 全部背起来对不对 现在的状况也是 你看从经济上面来讲 出口 进口 德国 这个意大利跟中国 都对德国有很大的贡献 这张表里面有很明确的一个指出 好 我们来看 意大利这一次封城的位置 在北边 对 而非常非常靠近的就是 德国的工业制造重镇 所以我们来看德国主要进出口伙伴 有两个进出口伙伴都是病毒宿主国 哪两个呢 一个中国 中国 意大利 这两个国家都是病毒宿主国 所以影响到德国的经济 对 你看出口进口 中国跟意大利大概都占德国1600亿欧元 所以大家就在算 如果说按GDP这样的经济成长率来算的话 德国今年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本来照理说应该是0.9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 比较中性的条件应该是-0.2 那状况更严重当然还会往下降 意大利更不用讲 从0.2降到了-0.8 好 那回头我们再来看 刚刚那条线另外延伸的一个部分 叫法国对不对 我们之前不是说 法国的时装展已经变成线上了吗 那现在我们再来讲一个 就是平常饮酒的人最喜欢喝的红酒区 大家都知道破尔多红酒是最有名的对不对 总共有6000多个酒状 你说它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 其中有140个被中国人收走 那我们就讲几个故事给各位听 那破尔多酒庄里面 其实有那种300多年来艺术资源的那个酒庄 被中国为了要做中国人的生意 就是他改了一个名字 改了一个名字叫玉兔 跟兔子 而且他写了中文 对 他写了中文 玉兔 然后他有一种酒变成叫做藏羚羊 那我到现在为止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酒跟兔子跟羚羊有很大的关系 不是说我搞不懂 连法国当地破尔多的一个作家叫索莱尔 他自己也搞不懂 他说我在这边老死住了这么久 我都不知道到底我们的文化底蕴 这么深的东西 居然会变成什么 变成中国民俗的杂烩 所以可见中国人在整个 因为被中国人买了嘛 所以他们就改了名字了 搞不过有一天会叫做什么龙凤庄园之类的 对啊 所以我们之前就是说 你到时候你看连Hermes搞不好 对不对 LV或者是Chanel都是中国 红酒到最后也是中国 所以你到底在中国买还是在欧洲买 但是中国现在是不是已经是法国红酒 有最大的进口果对 所以马克庄园的一个酒 基本上都可以那个庄园里面 都有五星旗在飘扬 那个是最贵最贵最好的一个红酒 大概都五大酒庄里面排名第一的 如果你有喝酒你就知道 好 那这条线我们回头当然还可以 所以他们跟中国的密切交流 这一次反受其害 对 好 我们当然要来看 神秘北威40度也经过了伊朗 伊朗跟中国的关系 那可密切了 那当然那个都铁杆兄弟 那卧铁的 那个就直接伊朗所有的 应该反美的情绪 当然中国后门就进去了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地方一进去了之后 从武器弹药到原油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拿你的油 但是我提供给你建设跟武器 所以你看它那个超音速的反舰飞弹 对不对 什么英籍32 这个英籍82 英籍8312 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中国在供应 所以现在的伊朗的这个为什么在提 他们明明就知道说很可能这个病毒 是从中国非常有可能是从 中国大陆这边外传的 但他们是觉得说 这是美国的生化武器 所以他们竟然帮中国发声说 病毒可能是从美国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神秘40度限 在上面的很多国家都是疫情严峻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然这种问题 在虽然发声的事 里面的那些人 我还肯定在罪了 这些人的话 一点点 也有个人及似于 这样子 在那种东西